中国的历史其实有两次气球争霸的格局 那么第一次是战国末期 秦国灭六国的一个过程 第二次是蒙古 在这个位置 然后灭掉这六国的一个过程 西辽 吐蕃 大理 南宋 金国西夏 也是七国争霸 那么最后蒙古是统一了天下 而这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么第一个呢 秦国和蒙古都是在边陲去 那么秦国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起家 那么前之后后来逐渐把本土扩大 蒙古也是起源一个很小的一个部落 那么大概在大型安岭这个位置 很小一个地方 那么后来逐渐强大 然后统一了中国 那么第二个呢 两个国家都奉行了远交进攻的策略 像秦国前期的时候 都是先攻灭离他近的赵国 韩国 魏国 那么后面再攻灭燕国 楚国 七国 那蒙古呢执行的也是远交进攻的策略 和他建养的西流西下 晋国先被灭亡 那么前期呢蒙古和南宋是盟友 那么共同来对付晋国 那么最后呢在一统天下 那第三个呢就是两者都是从边缘向腹地进攻 那么秦国呢是在中国的西边 那么向东进攻 进攻我们的腹地 最后呢统一中原 蒙古呢则是在北边 现在发展多大 那么最后呢向南进攻 共同到腹地 最后呢统一中原 关注我带你领略 不一样的历史格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